所以那你就也受苦 所以你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改变自己的行为 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节课讲到的声文的修正三阶段 那这三个阶段呢 是发心修行跟得果 那在修行的第二项呢 它是修四圣地的四地形 那四地形当中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四圣地当中的苦地 吉地 还有灭地 现在我们要说明暴地 这个暴地呢 是解脱 转迷成物的一个关键 因为我们要有解脱的乐音 有这个音才有办法得到 极灭涅槃的果 那在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当中 我们先把声文的 他的修正的三个阶段呢 先 建灵 建灵之后呢 我们再慢慢他的细向的建树 再慢慢的跟大家解说 那现在要讲解的是 四圣地的 道地 那有这个道地 的解脱因呢 才有办法去向于极灭涅槃 那道地当中 可以简单的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呢叫做三学 第二类叫八正道 第三类叫三十七道品 所以 我们要去向解脱的因 略说呢是三学八正道 其实三学八正道呢 它的内容是一样的 八正道的内容 也是界定会的内容 广说呢就是三十七道品 它就数量就 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先从略说的三学来看 我们要去向解脱 三学的界定会是 一个去向于解脱的古先人道 古先人就是古佛 古佛也是修学界定会八正道 三学八正道能入于涅槃 然后再加上它的大圣三星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呢叫做真上戒学 那这个真上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在真上呢去修学 真上戒 真上定 真上慧 那这个真上定学呢 因为修定跟修心是有关的 所以在经论也有把它叫做真上心学 那第一个我们看真上戒学 在二圣里面的戒呢 它叫做七重戒 也就是把 我们佛弟子呢 把它归类成七重 那这个戒呢分为在家戒跟出家戒 第一个在家戒呢 在家戒分为 这个五戒跟八戒 五戒呢叫做近四戒 八戒呢叫近住戒 那这个近住呢 近解脱 近阿罗汉而住 所以它叫近住戒 那 这个又分为优婆舍 优婆仪 在家呢就这两种戒 那出家戒呢有五个 第一个是沙咪戒 还有沙咪尼戒 这是十戒 然后呢 第五个呢是四叉摩纳 四叉摩纳呢 是在受沙咪尼戒 然后近 近阿呢在修这个 在受这个四叉摩纳 那这个四叉摩纳呢 它总共有六个法 那这个六个法呢 它受死两年 之后呢 那它就在 进一步呢 受 比丘尼戒 那这个六法呢 是不染心相处 还有不道 四前 道呢不能超过四前 这四前呢 在印度呢是断头罪 还有不断促生命 不小妄语 不非时时 不饮久 这六法 那这六法呢 也叫做四叉摩纳 四叉摩纳呢 是针对沙咪尼 而设的 那 那第六个呢是比丘戒 比丘戒大概是两百五十戒 比丘尼戒呢 有说五百戒 或是大概三百四十戒 左右 那这个是 呃在 我们 要趋入于解脱 戒为三胜共基 戒呢是一个基础 是一个解脱的一个基础 好这是讲到七重戒 那生文戒里面呢 我们也会提到三类的戒 这三类的戒呢叫别解脱戒 定共戒跟道共戒 别解脱戒呢 像刚才提到的 这些戒法呢 呃这个五戒 沙咪戒 比丘戒 这一些呢是别解脱戒 也叫做波罗提木叉 那你受持一个戒呢 你就别别解脱于 呃这些烦恼的束缚 所以它叫做别解脱戒 那这个别解脱戒呢 主要是 呃我们欲戒所受的戒 它是有漏戒 那第二个呢 叫做定共戒 定共戒呢 也就是我们在修定的时候 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现在得定了 得定了以后呢 我们离五欲五干 离了烦恼 那你也不会犯戒 所以你如果有禅定 它会有这个定共戒的产生 也就是在定当中 自然你不会去犯杀盗淫妄 你不会说 你现在得定 然后去犯杀盗淫妄 不会的 所以呢这个叫做 在得定的时候 而自然而然得到的戒 叫做定共戒 这是有漏的 那这个也叫做 禁律律 禁律律 我们讲到禁律 一定是属于色戒 色戒 所以呢 定共戒呢 是属于色戒的戒 第三个呢 是倒共戒 就是无漏戒 这无漏戒呢 也叫做无漏律律 它也叫出世间戒 那比如说 我们跟无漏相应的时候 我们无漏 没有烦恼的状态 没有烦恼的状态 当然也不会犯戒 所以 在 增上戒学里面 我们这边呢 又跟大家介绍 这三类戒 叫做别解脱戒 定共戒 倒共戒 也可以说 它是叫别解脱律律 禁律律 跟无漏律律的 这个三类的戒法 那这是属于二圣的戒 那如果大圣的戒呢 声吻的戒呢 它着重在 别解脱戒的 子恶 那大圣戒呢 它除了子恶 行善 还有利他 这是菩萨的三聚禁戒 色律一戒 色善法戒 饶意友情戒 而且呢 在利他方面呢 是菩萨的一个特色 那在贡二圣呢 那在贡二圣呢 我们说进心第一 在大圣呢 是利他为上 那这个属于真上戒学 就是在我们在修道的时候 修道地的时候 修解脱因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增上戒学之后呢 我们讲到三学的第二个叫增上定学 或是叫做增上心学 那我们在修订呢 刚才提到说 修订呢 其实呢 它必须要有戒的一个基础 其实它的前方便很多 那前方便就是预备修订的 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我们这边呢 分成三个部分 修订的前方便 还有二甘露门 三露门 跟五庭新关的进行所缘 还有什么呢 可以开发无漏智慧的定的三个部分 跟大家做解说 第一个是修订的前方便 的预备工作 这预备工作如果做得好 你要得定呢 会相对的非常的容易 那这五个呢 我们叫做修武援 和武欲 弃武盖 调武士 行武法 这是在天台中讲到的 修订的前二十五方便 那另外在瑜伽师帝论里面呢 有讲到五个 就是密附于根门 饮食之节量 勤修物于且 依正之而住 知足心远离 具足这一些呢 你在修订呢 就容易得定 那定呢 我们一般讲到四禅八定 那四禅八定呢 四禅就是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色界定 也叫禁律 那 无色界定呢 空无边处定 四无边处定 无所有处定 非想非非想处定 八个 那这个是叫做有心定 如果再加上第八 这个八个之外呢 再加上灭尽定 就是九次地定 那灭尽定呢 再加上四禅的无想定 这两个是无心定 这两个叫二无心定 他是灭心心所 所以定呢 有有心定 有无心定 那不是每一个定呢 他都是可以断烦恼 那在修定的前二十五方便呢 我们说第一个要聚五元 那五个因缘 哪五个因缘呢 第一个呢 是十戒情境 刚才讲到了 我们必须要十戒情境 这是一个基础 第二个要衣食俱足 你的衣食呢 也不能匮乏 你如果说 这个世事供养呢 匮乏 太能 缺乏 也没办法修定 那第三个呢 聚五元的第三个要 悬 闲 闲 敬处 你不能在很吵杂的地方 要在阿兰若的地方呢 去修定 那第四个呢 要习租原物 你的外物不能很多 你不要修定的时候呢 手机三四支放在旁边 业务非常多 你也没办法得地 那聚五元的第五个呢 是得善知识 那这个善知识呢 有同行善知识 外户善知识 教授善知识 你的善知识呢 也要聚足 那第一个呢 叫聚五元 第二个叫喝五欲 喝五欲呢 就是你要喝则于 色身香味醋 的这个五欲 我们如果对五欲 非常的 很心求五欲的话 你也没办法得定 你对外面的五欲 你没办法调伏 你要得定 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第二个呢 要喝色身香味醋的五欲 那第三个呢 要弃五盖 弃五盖呢 在修订当中呢 要离五欲五盖 那这个五盖呢 他也是 障碍禅定 生起的五个重大的烦恼 那这五盖呢 第一个是贪欲盖 第二个呢 是称慧盖 那第三个呢 昏吻吊盖 这个昏眠 昏沉跟睡眠 就是心呢 太低了 昏眠盖 太高叫做什么呢 吊悔盖 吊举跟恶座 那五盖 这这样就有四个了 还有第五个呢 仪盖 我们说仪盖是什么呢 一字一诗一法 华语自己可以修订吗 华语这个法 真正可以得定吗 可以得解脱吗 一字一诗一法 诗 华语老师 教你的这个老师 这个禅定正确吗 真的可以得定吗 好 这个五盖呢 也要去除 所以呢 叫做 弃五盖 那第四个呢 是调五事 那我们要 得定之前 的前方便呢 我们必须调饮食 调睡眠 饮食不能吃的太饱 吃太饱呢 一坐下去就昏沉了 睡眠也要足够 睡眠不足够呢 那我们 这个打坐呢 也没办法得定 调睡眠 调饮食 还有调 调生 调喜 调心 调这五事 那这是第四个 那第五个呢 我们要行五法 这五法是什么呢 欲经济念定会 这个欲经济念定会的欲呢 就是我们对修定的那个善法欲要很强 你有这个善法欲 你才会精进 欲经济 要经济什么呢 念定会 我们要有正念 然后修这个定跟会 所以在 我们修定的前方便当中呢 这边有提到的聚五元 和五欲 气五概 调五事 行五法 如果你这个二十五个方便 聚足的越多 你要去入于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乃至空无边处的四个 无色定呢 就相对的容易 那在 这个前二十五方便呢 这是天台中所说 那如果说 与且式帝论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五个 密附于根门 你要守护六根 我们在修定之前呢 因为要对峙烦恼 如果你烦恼很重 是没有办法得定的 定的定力叫做心一尽性 心一尽性明定 那如果我们在烦恼呢 很多的烦恼 那你的烦恼 它是跟心一尽性呢 是相违背的 所以第一个 你要守护六根 你不要 这个 你的六根去攀源于 五欲六成 那第二个呢 饮食之节量 刚才提到的条饮食 勤修物于且 那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我们要 修这个光明想 正念正知而住 那第四个 依正知而住 我们在二六时中呢 都要正知正念 第五个 知足心远离 我们要少欲知足 心要远离 身远离恶游 那心远离烦恼 那这样呢 的前方辩 我们修足之后呢 就可以 这个修这个定学 修这个禅定 那修禅定 的内容呢 在于且实地论里面 提到了所缘 也就是能源的心 去圆 我们修定的 这个所缘禁 那这个修定的 所缘禁呢 它的观法呢 我们这边提到了 三组 第一个叫二甘露门 第三个呢 第二个呢 叫做三渡门 第三个呢 叫做五庭心关 那修定呢 我们的方法呢 那如果以二甘来说呢 不禁观跟安波念的慈禧念 这两个呢 是最广的 那早期呢 佛呢 是教不禁观 大部分修不禁观 那不禁观后来呢 也有产生一些过患 那产生一些过患之后呢 佛在教安波念的慈禧念 所以在早期呢 这两个修法 也就是说 生文 它在修定的时候呢 主要的是修这两个 所以呢 这两个呢 叫做二甘露门 那如果再加上 这个不禁观跟慈禧念 再加上这个戒差别观 的这个一二三 这三个加起来叫做什么呢 三渡门 那如果这五个呢 叫做五庭心关 五种平子尼 生起烦恼的五种观法 那我们刚才提到说 我们的烦恼呢 主要的呢 是贪成痴 还有慢 还有散乱 那不禁观呢 是智多贪 就是对峙贪 慈悲观对峙 缘起观对峙 戒差别观呢 是对峙慢 慈禧念呢 是对峙我们的散乱 这个叫五庭心关 那在于解释定论里面 他提到说 五庭心关也叫做 进行所言 我们的所言 我们的所言 一般凡夫的所言是什么呢 凡夫的所言是五欲 色身相畏处 财色名十岁 我们现在转变所言 转变 可以让我们生起智慧的所言 这五种所言呢 叫做五庭心关 那个关是智慧的别名 五种 让我们对峙烦恼 又可以生起智慧的关法 就是这里的五庭心关 在于解释定论里面 提到了 好的所言呢 他提到了四个 第一个叫遍满所言 第二个叫进行所言 第三个叫善巧所言 第四个叫做进货所言 那这四种所言 他跟断烦恼都有关系 那这里提到的 这五庭心关呢 叫做进行所言 那像遍满所言 他在修订的时候 又有提到 有分别影像 这个无分别影像 四边际性 这个所作成办 那这个五庭心关 就是这边的内容 那善巧所言呢 他有运善巧 处善巧 戒善巧 处非处善巧 那进货所言呢 他有用有漏道断烦恼 用五漏道断烦恼 有漏道断烦恼 就是修六行关 五漏道断烦恼呢 就是观四地的十六形象 那这个是提到 我们在修订的时候 我们能源的心 跟所缘的静 什么是修订的所缘静 好 这边提到了 就是这里提到了 二甘路门 三度门 跟五庭心关的开合 那我们有修订的前方便 然后我们去修行 这个修行得定的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禅定 那第三个呢 这个增上定学 增上心学呢 定有那么多 可以开发五漏定的 定有几个呢 这边讲到七一定 七一定呢 总共有七个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色戒的四禁律 色戒的四禁律 再加上 上三无色 上三无色呢 就是无色戒的 空无边触定 四无边触定 无所有触定 这个叫做 四个加三个 叫做七一定 所以那个 无色戒的 非想非非想触定 是不能断烦恼 因为它定强 宽弱 那色戒的四禅呢 是 这个止观均等 那如果说 中间禅 还有位置定呢 它是官强 指弱 那在这个七一定当中 它的出禅呢 也含色位置定 位置定 也可以断烦恼 好 这个是讲到 能够开发无肉智慧的定 总共有七个 叫七一定 那另外呢 在 大毕佛沙论 或是在 聚色论里面 它提到说 断烦恼的定呢 又有两类 因为我们断的烦恼 有 见到的 断的见货 跟修到 所断的修货 那断 见到的见货呢 它有六个定 可以断见货 所以见到呢 它有六地的定 这六地 六地的定呢 是什么呢 就是色界的四禅 这有四个了 然后出禅跟二禅 中间的中间禅 还有刚才讲到的 出禅之前的位置定 四禅 四个 中间禅 位置定 加起来就是 六个 好 见到的时候呢 淤于这六地的定 可以断烦恼 正解脱 修到 修到的内容呢 它要断烦恼呢 它有九地的定 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六地 再加上 这个 上三无色 在见到六地 是没有上三无色 上三无色就是扣掉哪一个 四个无色定 扣掉那个 飞翔飞翔处 上三无色就是空无边处定 四无边处定 无所有处定 好 在开发无漏智慧的定呢 有这个七一定 还有这个二道 那这个是增上戒学 增上心学 增上慧学 这个叫做三学 解脑的烦恼 要去向于解脱的因 解脱的方法 解脱的道路 略说呢 就是修学 三学 那 三学的内容 也可以说是八正道的内容 那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八正道 那增上慧学呢 增上慧学 这个增上慧学呢 他这边有提到的 这个界定慧的 这个八正道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呢 戒定慧 这个八正道呢 他跟戒定慧是可以相通的 那我们说戒学呢 正语正业正命 正语呢 就是 我们对语言呢 不忘于两舌二口 其语 正业呢 正当的身口意业 正命呢 正当的职业 那 这个正命呢 在家跟出家的正命不一样 那个 在家的正命呢 你不要去 做一些 杀到淫妄 的这些职业 那 出家中呢 就是脱伯起始 是他的正命 那定呢 就正念跟正定 那慧呢 他这边提到 政见跟政思维 这个主要是 增上慧学的 主要的内容 增上慧学 在八正道里面 两个 一个是正见 一个是正思维 那主要是 这个正见 这个正见的种类呢 有两个 我们说正见呢 要正见什么呢 正见 缘起跟 四圣地 那 缘起跟四地呢 这两个内容是一样 他都是在说明 解脱的 英国 跟 还灭的 英国 他都在说明 祸业苦 三四两重 英国 那所以 在增上慧学的 这个部分 那这边提到了 正见 正见的种类 缘起 中道 我们要 提悟缘起 中道 提悟什么呢 四圣地 你如果能够提悟缘起 跟四圣地呢 这两个是主要的 修行的道品 那 正见的先后呢 他这边提到的 先得法柱制 后得涅槃制 那这个 修学内容的四地呢 他分成这个 法柱制跟涅槃制 法柱制是什么呢 法柱制呢 就是 知缘起的因果 这是法柱制 比如说我们说 无名原形 因为有无名的因 而有形的果 这个因果关系 你要知道 也就是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这是法柱制 那如果你提悟到 这个缘起的 这样的一个生面 这是法柱制 你如果能够提悟到 缘起的不生不灭 知道 还灭 这是涅槃制 知生灭是法柱制 知涅槃的不生不灭 知生灭是法柱制 知不生不灭呢 是什么呢 是涅槃制 也可以说 你如果是知世俗的话 就是法柱制 知圣意的话 就是涅槃制 我们说佛义二帝说法 不一世俗地 不得第一意 如果知世俗地的是什么字呢 法柱制 如果知道圣意地的呢 叫做涅槃制 所以我们要 一二帝去理解佛法 那世地是先知世俗 然后知圣意 不一世俗地 不得第一意 所以呢 他的次地是 先得法柱制 后得涅槃制 好 这个是讲到政见 政见缘起跟世圣地 佛 他 他在这个菩提树下 金刚座上 提悟的就是 缘起中道 佛第一次说法 说的就是 世圣地 所以 慧学的主要内容 的政见 是政见 缘起中道 跟世圣地的智慧 那 在八正道当中呢 这个慧学出的政见 还有政思维 在声文的政思维 是什么呢 声文的政思维 是政思向于燕 向离语即灭 政思维什么呢 燕 燕就是出离心 你要思维的 声文的修行者 修行者呢 他思维的就是 思维要出离三戒 我们学习佛法呢 有些人福报太好 他会不会 想要处理三戒 不会 但三戒如火宅 三戒如牢狱 三戒是不可爱的 因为三戒呢 是六道轮回的空间 轮回在过去 现在未来 他不是好地方 那所以呢 三圣共法 尤其是二圣 他的政思维 他是政思向于燕 他是燕离世间的 他是燕离三戒的 向离语 政思维呢 他是离语的 他是对五欲呢 色身相畏处呢 财色名十岁 他是燕离的 凡夫刚好相反 凡夫喜欢五欲 喜欢追求的财色名十岁 然后 沉默在 灭顶在财色名十岁当中 那生文的思维呢 他是 少事少夜少希望住 他以修解脱法为主 政思向于燕 向离语 离五欲 向于灭 灭是什么呢 灭 刚才提到的 他的思维 要灭除烦恼 得到极灭念盘 政思向于燕 燕离世间 燕离三戒 政思向于燕 向离语 离五欲 向于灭 灭除烦恼 得到极灭念盘 这个是 三学会学的 两个重要内容 这两个内容就是 政见四帝跟缘起 第二个呢 是政思为 政思向于燕 向离语极灭 那这个是 道地里面 我们现在要讲到的 三学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的第一组 那我们看第二组 第二组呢 叫八正道 八正道的内容 我们把它分成 这边分成三大类 简单的分成政见 它是属于文会 由听闻佛法 清静三世听闻佛法 而生起政见 然后私会呢 这边有四个 就是正与正业正命 跟正思为 这个是属于私会的内容 文所成会 师所成会 然后呢 修会跟宪政会呢 正经济正念正定 的修会 而去向于宪政会 那这 这个文师修正呢 它也是修行的次第 听闻 听闻 思为 修 文师修正 信解行政 这些都是一个修道的一个次第 那这次讲到了八正道 那略说呢 是三学八正道 这是解脱的因 那广说的话呢 就是三十七道品了 那三十七道品呢 是解脱的通关密语 四四四五五七八 四四五五七八 这三十七道品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会有一个主题 特别说明这三十七道品 因为佛说的道品 解脱的道品 在生文佛法当中呢 总集来说 总的归类来说呢 就是这三十七个 那略说呢 就是三个 中间就是八个八正道 广说就是三十七道品 那四四四五五七八呢 第一个四呢 是四念处 四念处呢 是观身受心法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那 我们凡夫呢 基本上呢 都把身受心法呢 的 无常 不尽 苦 无我 把它观成什么呢 常乐我尽 常乐我尽是什么呢 叫做四颠倒 四颠倒 那所以 我们要修四念处 来观这个身受心法 它可以断四颠倒的烦恼 那 如果我们回顾到 我们前面的修道次第当中 四念处呢 它是在哪一个阶位修的 在 内凡位还是外凡位呢 外凡位嘛 外凡位是三弦还是四三根 三弦嘛 三弦是修哪三个法 五庭新官 总相念处 总相念处 还有别相念处 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就是修什么呢 总相念处 别相念处就是修四念处 好 所以呢 它在 外凡位 的三弦位 修四念处 到四上根位的时候 观四第十六形象 然后转凡入圣 所以第一个呢 它讲到四念处 第二个呢 叫四正情 四正情呢 也叫四精进 那这四个内容呢 就是未生恶 令不生 以生恶令断 未生善令生 以生善令增长 那这个叫 这个四正情 那四正情的内容 也可以说是子恶行善 那扩大的说呢 就是有这四个 那第四个呢 是四神主 这四个四神主呢 它主要是修定的内容 欲擒心关 那这个欲呢 就是一个修定的善法欲 性为欲一 欲为擒心一 那我们要有这个善法欲 然后修学 精进于这个定学 修学什么呢 心关 这就子关 修学定慧 那这是四神主的内容 那第五个呢 是五根 第五个呢 是五力 那个五根跟五力 在修学佛法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是去向于 无肉的重要五个根 那根 可以做一个批语 就像一棵树 它有这个树根 这树根如果很强的话 它的枝叶 它的枝干 它的花果呢 就会非常的茂盛 那佛法呢 如果有这个五根 你的根要是很茂密的话 那你的解脱法呢 也会慢慢的增上 产生力量 这五根呢 是信精进念定慧 那这五根 第一个就是信根 信是信什么呢 信三宝 我们讲信如果在佛法当中 为是学 他说信实得能 信实是实理 信世俗地 信圣义地 信得三宝的清净功德 能有肉善法 能得有肉的善果 无肉善法 能得到无肉的善果 你要相信 好 这个信呢 在佛法当中非常重要 信为欲欲 欲为情依 有信 他就会有精进 那大毕婆沙论呢 也提到说信为首 信像一只手一样 他才能够拿功德法材 你若不相信三宝 你就不会去精进佛法 去修学佛法 所以呢 第一个信根很重要 有信根 他就会产生精进 那这个精进呢 要精进什么呢 借定会 定会 那要修学定会呢 要有念 正念 好 我们这五根 非常重要 这五根也要平衡 好 要平衡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 有时候信根强 有时候精进根强 有时候念根强 这个定根强 会根强 这五根要平衡 那每一个人的根呢 根系呢 有的 他的根 比较强一点 有的那个根的力量 他比较弱一点 好 这个根 他有五个 如果你的根系好 你的根强 他就会产生力量 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他是断烦恼的力量 好 好 那 五根而产生武力 因为有信根而产生信力 精进根产生情力 念力 定力 惠力 你有定力 你有惠力的时候 子官相应断烦恼 好 子官 双运呢 他断烦恼可以趋向于解脱 好 四四四五五七八 七觉知 七觉知 念觉知 责法 精进 清安 喜 定 舍觉知 还有八正道 这三十七道品的内容呢 我们这边就略述 我们后面呢 会有一个单元呢 针对 深吻的德果 深吻的德果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 那德四果 四果呢 就是出果 俄果 三果 四果 那出果是须陀还 俄果是斯陀汗 三果是阿纳汗 四果是阿罗汉 那前面也提到了 出果是断三结 有生见借尽取宜 那这个俄果呢 是博贪称痴 博玉戒的烦恼 俄果是断了玉戒的修获的几品呢 几品 六品 好 三果呢 是断五下分结 他断了玉戒烦恼的九品 那五下分结呢 下是玉戒的意思 下贱 那有生见借尽取宜 还有玉戒的贪 还有撑 那四果呢 是断五上分结 五上分结呢 涉滩五涉滩 调局慢五敏 断完了以后呢 他就得到涅槃 好 那 我们说阿罗汉呢 这边提到六种阿罗汉 两种阿罗汉 这两类 那在这两类呢 六二二 六种呢 也就是六种根性 退法 施法 副法 安住法 勘达法 不动法 这六种根性 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这六种根性 有一个口诀 叫做什么呢 退施 副 安勘部 退法 施法 副法 安住法 勘达法 勘达法 不动法 那个勘达法是 他要转根 转顿根为利根 那顿根跟利根呢 前五个呢 是顿根的 顿根的叫做 代史解脱 不动法是什么呢 利根的 他是不代史解脱 那在据色论里面 他除了那个 阿罗汉有六种 他其实他把它分成七种 叫做七声闻二佛 他把 这个五学呢 分成九个 那九个 他是配合什么呢 配合 上中下品 上中下品呢 上品又分为上中 上上上中上下 中呢又分为中上 中中中下 下呢又分为下上下中下下 就变成九个嘛 那这九个呢 就是这个六个呢 再加上 声闻呢 他还有一个叫不退法 这个不动法跟不退法 他的差别是 那个不动法是由顿根而转来 利根的 这叫 叫不动 不退呢 他是本来就利根 因为我们的根 根性就分为利根跟顿根 从凡夫位就有这六个 那有一些人在凡夫位呢 他就是利根的 那一直利根 利根 到阿罗汉 他都是利根的 那七声闻就是这个七个法呢 声闻有七个根性 二佛是指哪 两个佛呢 辟之佛 还有跟佛陀 加起来就几个 七声闻 这七个嘛 再加上辟之佛 还有再加上佛陀 就有几个根性 九个根性 就是上品 中品 下品 再配合上中下 三三就得九 就总共有九种根性 那这个根性呢 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 出果项有两种根性 利根跟顿根 出果项的利根跟顿根叫做什么呢 随性行 随法行 随性行是顿根 随法行 随法行是利根 到了修到位 建到位的出果项是随性行 随法行 到了修到位 出果到阿罗汉项 他的顿根是转为 随性行转为什么呢 性圣节 利根的随法行 利根的随法行转为 叫做什么 建制 那深圳呢 就是他深圳八解脱 得到灭禁定的呢 在修到位 还有一个叫做深圳 那阿罗汉的顿根呢 阿罗汉的顿根叫做什么呢 代史解脱 好 那利根的叫 不实解脱 代史解脱的是顿根 他所谓代史 而得到解脱阿罗汉呢 他要代什么时呢 他要代好的老师 代好的同学 好的 饮食 医药 卧剧 天气等等 他要代史解因缘 这些因缘具足呢 他才有办法 得到解脱 这个是代史的 那不代史呢 是属于利根 那这个利根呢 他不需代这些时解因缘 他也可以增入解脱 好 所以他叫做 不实解脱阿罗汉 那另外呢 还有第二个呢 他是会解脱跟拒解脱 好 那这两 这两个呢 会解脱的呢 他已经 解脱烦恼帐 但是他没有解脱定帐 好 他的定力呢 这个不是全部的圆满 那具解脱的 他解脱什么呢 他解脱烦恼帐 解脱定帐 他具有这个灭禁定 所以 他又分为 透过 以会而解脱 但是没有具备 解脱定帐 他解脱烦恼了 但是没有解脱定帐 那具解脱呢 是解脱的烦恼 也解脱了定帐 那阿罗汉呢 又分为有余一涅槃 跟无余一涅槃 有余一的一呢 就是阿罗汉还有这个身 还有这个身体存在 他已经断了烦恼 但是呢 他的无印身还在 有余一还有这个无印身 叫有余一涅槃 无余一涅槃呢 就是连他的无印身 他也 这个 断灭了 死亡了 他叫无余一涅槃 好 这个是我们讲到了 这个阿罗汉呢 他的 德国 还有他的种类 他的根性 那另外在我们 课本里面 第九十页呢 他这边也有提到 阿罗汉 他有三个名称 第一个呢 叫做 杀贼 杀贼 那个贼是什么 烦恼贼 所以我们都算很慈悲 我们都没有杀贼 我们都让放任烦恼 放生 让这个 谈成痴 这个 放任的 升起 阿罗汉 阿罗汉第一个呢 就是杀贼 杀掉烦恼贼 那第二个呢 是无声 他 不受厚有 他不再 不再来三界 那第三个呢 叫应供 他应受 天上人间的供养 所以 阿罗汉有 杀贼的意义 有无声的意义 有应供的意义 那 我们今天呢 就把 升文的修正的三个阶段 如何转迷 成物 那这三个阶段 我们大概再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发心 第二个阶段叫做什么呢 修行 第三个叫做得果 那发心是发什么心呢 处理心 修是修什么呢 修士地行 然后得果呢 是得士果 这个也是 这三个阶段呢 也可以把它归类成 进行果 那 这个修正法门的修 行的部分呢 修士地行 它是官士圣地 那 轮回的一重因果 苦地呢 是苦果 极地是苦因 那灭地呢 就是我们要达到的 极灭涅槃 那要达到极灭涅槃呢 我们要修道地 道地呢 略说 略说有哪两个 三学 八正道 广说呢 三十七道品 好 所以我们如果要像 声闻行者一样 去向于解脱涅槃 你要修戒定会 你要修八正道 你要修三十七道品 好 细部的详细的内容呢 我们会在另外一个单元 跟大家解说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年度共生 普愿功德皆回向 系念弥陀 名阳两立 度有情 新逢阿弥陀佛圣诞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年度共生总回向 特举办30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群组法 日期12月20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传授八观摘戒 礼拜八十八佛鸿鸣宝灿 念佛绕佛护生即甘露诗实 恭请战身法师祖法 日期1月15日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借牌位 欢迎提早填写 3†家记Us 3†家食火 6†家事 1†家事 3†家事 2†家事 但是它是啥嘴巴棄的银子有關 說啥嘴巴棄的餐廳 後來就是啥 鴨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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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斯fu的酪果志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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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來就是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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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也是弄的 这就是我以前的人 我以前就一直在同谈设 僕以前一直在尸匙 你自己从人家中 去找到一针子 去找到一针子 有针子的针子 我认为一针子 你是在针子的针子 我怎么就在这一层里做了 你走过来 你走到那一层里面 我走过来 我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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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过来 你就走到那里 我走过去 大家在这里 所以格規了自己 英雄 很赔連到了哦 туда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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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d 如果格規了得就好在马이� Wahr oh! 咱就加上吧 可以看到 bidding 那3992?」 我身体不 Hir 他做出任何地方 izzy他如果有人 Non不 Ram deadlines 你能做自己的事情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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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